木頭神像的背部 看起來平整 沒什麼異樣 但內行人都知道 其實大有文章 這一支支活體虎頭蜂 大家看了避之唯恐不及 但神像開光前 傳統習俗少不了它 這個圓圓的洞 就是放虎頭蜂活體的位置 把東西放進裡面 不過虎頭蜂毒性高 要活體放進神像裡不容易 為了不被叮咬 得用鉗子夾 小心再小心 把放在透明河裡的虎頭蜂夾出來 一個不注意可能被遮傷 神像雕刻師還說 過往不只放虎頭蜂 有客人還要求放蛇 蜈蚣都有 主要是說 這算比較骨 比較骨 比較骨 這樣嗎 算比較骨 這個見人見智 這個比較骨 有民眾說 確實有聽過長輩說過 神像入蜂的習俗 但保育觀念越來越盛行 製作神像的雕刻師說 要求用活體虎頭蜂 甚至其他動物入神的 越來越少了 有人認為 星辰則靈 不放昆蟲小動物進去 應該不影響神威 記者綜合報導 可導人 打開